开车上路一定要遵守教规 专心驾驶 你看1月8号在神海高速温州大桥上 一名驾驶员因为没有保持安全车距 疏于观察 结果一头撞上了前车 最终驾驶员周某因不按规定 与前车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 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并被处罚款200元 我们都说车祸猛于虎 开车的时候 万万不可以掉以轻心 尤其快过农历年了 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安回家过年